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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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公司又來收一條鎖匙 這間這裏就是Mide City 後面就是一個新落城的發展項目 這個叫做S1Mide City 整個發展項目 在計劃中總共有四棟 現在落成兩棟 現在這個環境 Mide City發展 第一期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是一個收入大廈 後面是Bupa 一個保險公司的辦公室 成棟也是 再遠一點的 就已經是BBC Office 和Southford University 有關於媒體方面的分佈 都在那裏 或者有機會上到上面拍 可能會更加清晰一點 因為這裏都有些樹擋住了 再簡單講講一些交通 後面這裏 剛剛這個S1Mide City 這個盤前面 已經是一個輕鐵站 正正都是輕鐵站 真的走大約10秒已經到 所以這個盤交通來說 其實很方便 還有去其他辦公室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Walking Distance 都可以去到的 OK 上去上面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說時時那時快 馬上有部輕鐵經過 不用怕會停站的 是安全的 希望安全 OK 停了 可以過馬路了 現在就進入了這個大堂 這個大堂不是很大型 基本上要有的東西都有 有一個簡單的梳化 這個有一個concerte的位置 還有信箱就是那邊 然後這裏總共有兩部電梯 這個鎖叫one point lock 所以大家買保險時就懂得搭 這個不是屬於multi point的lock 來的 OK 好 我們看看這裏的Horway 整個Horway 就是一個 基本上英國的apartment 都是一個標準設計 有些人問我 為何有這麼多門 大佬 這麼好空間 因為英國來說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保暖 所以每個房間都會有獨立空間 每個房間都會有獨立空間 所以每個房間都會有獨立空間 那變成你開熱器的時候 你用那個房間 你就開那個房間 開熱器 亦都防止風吹了暖氣走 所以這就是保暖的因素 那我就看看其他東西 大家問這麼多房間是甚麼房間 就看第一個 這個房間 上面那個就是一個抽風系統 是把整間屋內的室內的 除房、浴室 空氣抽到外面 然後裡面有些電錶 這個又特別一點 通常電錶 這些總製的錶 就是在外面的 這部份在外面有個制房 而這個就是 Consumer Unit 就會在室內 不過這間來說 它連這個錶都可以進來 沒問題的 那抽錶容易 是不是 那這個又一般的 這些香港人 我們叫排骨箱 我們行內的 那這裡就叫Consumer Unit 那這些就 因為始終這個建築比較新 這些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些是LCD 有LCD 那就可以了 因為在英國來說 出租物業 Consumer Unit 一定要有LCD 自住就未必一定有 因為法例又沒有說自住要有 但是出租物業就一定要有 所以要我們收回來的物業 我們就一定會出一下 那個製箱 MCB 或者排骨箱裡面有沒有LCD OK 那接著再看看 那些門有些甚麼 沒有驚喜的 那基本的東西 這個儲水式的boiler 那裏面就裝了淡水在這裏 OK 那下面就洗衣乾衣機 留意了 提供一些洗衣機給租客 記得洗衣和乾衣的 7KG 和5KG 因為這些公室來說 其實沒有前後花園 沒有浪衫的 對不對 所以這裏的人就會用乾衣功能 OK 這裏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慢慢慢慢當住客 又好自住又好 住客又好 所以就補了一閘密室 所以這兩個空間 都是一個叫儲物室 OK 跟著看這邊 這邊的浴室 這邊浴室也簡潔 基本上有的就是浴缸 刺盤 洗手盤 這些都有的 那這些 對 是了 shar screen 有時候看發展商 他給甚麼物料 口薄 也有不同的 通常厚少少 手感就舒服一點 其餘那些都沒有問題的 那些砌磚 砌到上頂 天花沒有問題 長身鋪磚 地下都沒有問題 那這些刺盤 沖水 試水 這些其實我們剛才都試了 不過都試一試 OK 通常新大廈 問題是不很大的 如果一些是House 有些舊區的House 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留意去水 來水 看看水壓怎樣 所以我們通常 修樓 幫人修樓也好 自己去幫人看樓 驗樓也好 我們這些一定會看的 OK 跟著我們看看這邊 來到這裏 真是很開陽 很舒服 是吧 因為這個單位 剛剛這個建築的轉角位 就是最尾的單位 所以就有兩邊窗 在英國來說 英國的多層大廈 除非你在這個建築的轉角位 否則是單一邊窗 開了窗 都是看一邊 很多時候夏天 如果真的很熱 你想有些先鋒對流 就不是那麼充足 但始終英國來說 都是偏冷的 所以長期開窗的機會 就是很少很少的 不如看一看風景 好嗎 這裏這麼好的風景 這裏又高 窗又多 落地玻璃窗 直往那邊 其實是向東的 那邊有幾座新的大廈 就已經是曼城市中心 這裏MIDA City 媒體城去曼城市中心 其實都是很近的 十幾分鐘車程 而亦都有Metrolink 就是這裏輕鐵站 接駁過去曼城市中心 那邊窗要向東 這邊自然向南 所以這邊就很暖 無論是冬天還是夏天 向南的窗都是很暖的 前面遠一點 那裏就是曼聯球場的主場 暴脫福主場 現在疫情期間 主場作賽都是閉門作賽 但是 如果是球迷 也是很值得去看看 在曼城市來說 很多人以為 這是內陸城市 為何有這麼多水 因為這裏以前是一個碼頭 將碼頭發展成一個媒體城 就好像香港那樣 將一些很久以前 太古城以前 太古船奧 將它轉到太古城 九龍站那邊 又是一個新發展項目 所以我經常拿Media City 和香港的九龍站比較 大家會容易有概念 在Media City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公司在這裏 前面這裏有一個商業大廈 其實我剛才拍完車 都經過這裏 有條橋 經過商業大廈 然後下來這裏 接著旁邊就是 寶柏 寶柏 這個是一個保險公司 成品都是他們的辦公室 接著望建河的對面 那裏已經是一個購物中心 那裏基本上有 一般商場的東西 它有些Outlet 有些餐廳 接著再看遠一點 那裏有BBC的辦公室 在那裏 BBC以前來說 它的Headquarter 是在倫敦的White City 但很多年前 就把整個Headquarter搬上 上來曼城這裏的Media City 的位置 那除此之外 它也帶了很多 其他附屬的製作公司上來 另外它也有其他電台 電視台的 也帶上來 所以整體來說 這裏整個發展項目 不是一個建築 整個區 都叫Media City 就是這樣 另外它也收穫有個大學 它有大學分佈也在前面 之前也提過 好 接著不如看一看 廚房區 好嗎 這裏是開放的廚房 前面的位置是Lounge 來到這裏 就叫Dine-In Area 這張桌子比較小 小器 如果這張桌子是一些 可以翻出來的 或者大些 坐到四個人 就可以了 因為始終這裏 是一個叫兩房單位 這張桌子比較小 好 好 就看這裏廚房的空間 廚房空間 一個都Normal Size 有兩邊的廚櫃 一邊洗東西 洗菜也好 洗碗也好 這邊是烹調 跟著這裏有個Oven 這個也是基本裝置 對嗎 好 另外 含入式的雪櫃 這個Full Height的雪櫃 但是有些廚房 他們的雪櫃又小 很多時候雪櫃可能只有這麼高 那些那些就不行了 那些也要另外買多個雪櫃 給租客用 OK 整體來說 這間屋其實不是全新樓來的 不是說新收回來的 是之前是有租客住過的 但整體來說都好企理 其實已經可以馬上出租了 那我們都已經是把它放上網 就在招租的了 跟著我們又看看房間 這裏房間就是傢俬齊備的了 床架 床褥 櫃 衣櫃 以及旁邊的那些桌子 即是擺電話也好 手機 即是手機 電燈 whatever 那些桌子 那 這個呢 這槍 又是落地板槍 這種槍有些特別 不要以為危險 不會的 是不會這樣反出去的 反之你不會搭出去的 搭不到的 因爲它的膠位就在下底 它開都是這樣反下來的 那些風就可以側近這裏 英國來說是冷 先前這樣說 所以其實那些槍不用全開了 已經有些風進來已經OK的了 好 就是這樣 這樣就關上了 那跟著就看另一個 第二個房間了 這間房就大些 因爲這間是主人房 亦都是套房 一樣 就是所有傢伙都齊 床褥 床架 衣櫃 還有一些櫃仔 都齊了 那這個床褥 就一般 大家看到了 因爲之前就 我都說過了 這個之前是有人住過的 之前出租的物業 那我相信這個床褥 都要換的了 OK 就不是說髒的 但是因爲 你看看 有些塞進去 也有些難 那這些基本上都叫正常損耗 好 好 跟著看下這個套翅 套翅 就一個企缸 升盤、翅盤 基本上都是 基本裝置 OK 這些基本上沒什麽問題 水壓方面 不過我們都會試的 那大家看到了 整體很企理的 其實 基本上已經 隨時可以move in都行 大家便會問 這個盤是否值得投資 那我給大家一些數據 大家去考慮一下 好嗎 那這個盤 現在市價而言 在市面上賣的 兩房黎計 兩房黎套翅 大概是25萬磅 那麽上下 而那個租金 大概是1000磅一個月 那大家運算出來 就應該是4.8雷 那麽上下 那麽管理費方面 就是大概 一年1200磅 那麽就平均一個月 100磅那麽上下 那至於那個council tax 就是由租客給的 所以就業主方面 就不需要給的 那麽就在業主 來講 在這間property來講 的支出 其實就是這幾樣的了 電費呀水費呀 這些都是租客負責 這個盤呢 之前是由發展商的租務部 就出租和管理的 那麽現在呢 就剛剛交了鎖匙給我們 那麽由我們 因私物業去管理 那麽一般來講 發展商他們自己 另外一部份 他有個租務部 那麽發展商 如果他有些貨味的 那麽他們呢 就會透過他自己的租務部 去出租的 那麽所以有時候 如果有些盤來講 你是小業主 那麽同一時間 他亦都是有些盤要放租 那麽就形成了 在那個market 裏面呢 就會大家有個競爭 大家都明白了 是吧 這個是一個common sense 那麽就這個盤來講 其實 那麽下看過了 就我都講了 總共有四棟的 現在有兩棟 已經入了火 有兩棟的地盤呢 就是平整 將會起的 那麽而一二三四 四棟呢 加上是超過一千個單位 一千個單位 以這個媒體性來講 其實那個 租客那個來源呢 都穩定的 聽說了 有些BBC 還有其他電台 寶柏保險公司 還有其他的公司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一個新的發展項目 同一時間落成 我不講整個項目 四棟樓了 就是講一棟樓 一棟都是二百幾個單位 是吧 二百幾個單位 如果大部份是由投資者持有 當然 亦都發展商自己營有的貨尾的話 都是投資項目 是吧 同一時間放出市場去找租客的話 形成了 就變了要一段時間 才能消化到租客和市場 那些多層大廈 尤其是在這些Midicity 或者市內很繁榮的地區 那些多層大廈 通常是一些比較外來的人口 尤其是可能由歐洲過來 或者由英國其他城市 來這裡工作的人 就會在這裡住的 但就這段時間 好像之前所說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人都是Home Office 變了不是很多人需要 真的長時間 住在一些很近 自己辦公室的地方 形成了這類單位 出租方面 比以前來說 是會長了時間 才容易找到租客 如果同一時間 那個是一個新盤 剛剛落成的 同一時間 很多放租物業放出來 要等候的時間 會更加長 所以大家 如果買入了這些物業 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現在其實 Apartment來說 陸陸續續都多了人問 是比上年 或者lockdown期間 是多了很多inquiry 但是inquiry 他們的期間 就不會說 好像之前那樣 看完之後 可能下個星期起租 或隔幾天起租 現在在問 可能在說 7月、8月 因為他們在計劃 來英國工作 以及來升學 就好像這些 預租的 預先問的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 所以我們一收到這些查詢 我們都希望 盡量滿足到 那個租客的要求 同一時間 亦都要業主方面配合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緊貼著市場的情況 有需要的 租金可能真的要調整一點 今天和大家分享 看這個單位 和分享市場情況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亦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